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謝謝主持人 大家好 2019年9月19號和20號 中美雙方的貿易代表在華盛頓進行了談判 在談判之後呢 美方的貿易代表辦公室發了一個聲明 說這次會談是富有成效的 並且期待著中方代表團參加10月份的高級別會談 這個表態讓華爾街是挺高興的 誰想到的是9月20號 蒙大拿州的農業局說 中國代表團小組突然取消了訪問農場的活動 理由是提前回國 這個評估讓華爾街的心情跟坐了過山車一樣 從高處開始下墜 美國農業部長桑尼就曾經說過 中方訪問農場的活動是在這個談判過程中 盡力、信譽、努力的一部分 那中共現在是不要信譽了 給美國人擺臉子了 當然了 我們也寬慰一些這個華爾街投資客們 你們別擔心 不管中美貿易談判如何 你們手裡拿著的這些中國概念股啊 投資在中國股市的錢啊 還有持有中共的外債啊 一定都會成為拋銀的 那麼9月20號 川普和澳大利亞總理的記者會上 也說了這輪談判的情況 中共的算盤是用購買美國農產品作為交換 和美國簽一個聯食協議 川普是不同意的 他的原話是這麼說的 我們正在尋求的是完整的協議 我不想達成部分協議 這一下讓中共的幻想破滅了 當然了 中共那都不是幻想的問題 都有點著模 也就是精神不正常了 他總在心裡默念啊 中國人吃一粘草 川普就下台 咱們就說嘛 你中共從心裡就不關心 我們中國人的死活嘛 這一輪談判之前 中共進口了美國的大豆和豬肉 黨媒說買點農產品幫幫川普吧 你這個邏輯有問題啊 你是幫川普呢 還是希望川普幫幫你呢 大家知道啊 國內豬肉都信夠了 咱們就不需要進口點嗎 中國人也要吃豬肉的 雖然美國的豬肉也停補不了 國內一千萬噸豬肉的缺口 但是這種消息是強心機啊 當然啦 這還不是中共文人無恥的下限 還有五毛跳出來說啊 中共買豬肉不是為了百姓嗎 你們要感恩 這話聽起來很耳熟吧 共產黨迫害你的時候 它要求你感謝黨的挽救 共產黨給你平反的時候 它要求你再感謝一遍它 你這就不講底了嘛 當年要我們吃草的是你共產黨 從俄羅斯進口溫豬的是你共產黨 沒有你共產黨 中國人不用從美國進口豬肉 甚至貿易戰都可能打不起來 這一切事是不是都是你共產黨幹出來的 我們為什麼要感謝你呢 這個理不對啊 早點送走共產黨不就沒這活害了嗎 這才是正理 中共啊 打心眼裡認為啊 川普需要這個中美協定才能夠連任成功 當然了 這點也是他們想多了 川普只需要對中共態度強硬就能當選 因為這是美國的民意 一個好的協議 當然能錦上聽花 但是一個差的協議會讓它名譽掃地 中共打擊美國農產品的本意 也是打擊川普的票倉 可是川普想的明白啊 收你中共的關稅可以用來補助美國農民啊 川普早就說過了 現在收了中共幾十億美元的關稅 不行的話 這個關稅總額會上調到1000億美元 中共一直認為它是個人精 這些損招讓黨媒包裝起來欺聘中國老百姓去吃草 你也就是憑著防火牆來欺負人 那個華爾街和你有利益勾結才選擇性上當 川普可不上當 他早就說了 到了2020年大選之後 你中共可拿不到這麼好的協議了 好 謝謝大家 前一期的微視頻就到這裡 更多微視頻在新唐人網站